荒谷圣体的五大诅咒有多恐怖 叶凡是如何打破诅咒成就天地的 1.苦海难辟 荒谷圣体之所以会被称为废体 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荒谷圣体的苦海极难开辟 在叶凡正式踏上修炼意图时 他的生命之轮各位是无比寂静 并且体内苦海更是尖如神铁 稳如磐石 任由叶凡如何开辟 却始终无法撼动 要知道生命之轮是所有修饰的根本 是一切根基所在 生命之轮又与苦海相容相合 在修炼生命之轮前不得不修炼苦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修行的一切起源皆是从苦海开始的 难以开辟苦海的荒谷圣体 即便是等同于一副废体 不过好在叶凡在出置荒谷境地之时 他便靠着务实久妙不辞药 顺利打破了诅咒 后续叶凡也是靠着灵虚洞天 所给予的海量百草叶 顺利将自称苦海开辟 2.修炼资源庞大 荒谷圣体虽拥有同级无敌 大乘叫板大地的逆天战力 不过圣体每个境界的提升 都需要海量的精气资源 这也就意味着荒谷圣体前进一步 都需要增加十倍的消耗 即便是只是修炼到中期 荒谷圣体所需的资源 便依然是寻常修饰的百倍 越往后所需的资源也就越多 达到四级境界之时 甚至需要千万精神员才能冲关 此等数量的神员 对于一方圣地 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毕竟此等消耗 依然足以让他们培养出 更多杰出的弟子 正由此 修行资源的缺乏 也成为了叶凡前期 最为头疼的事情 好在叶凡前往神员丰富的 北域不久以后 他便在张武爷的指点下 前往紫山获取原天书 成为了一名原天师 日后叶凡不仅靠着 原天师巡龙脉 定神员的能力 挖到了海量神员 同时叶凡也靠着 原天师的能力 赌源赚得盆满钵满 而当各地圣地世家 通缉叶凡之时 叶凡更是通过 坑变各大圣地世家的 神员赏金 以此助力自己修行 等到江家在叶凡的帮助下 救出神王江泰虚以后 江泰虚也是倾尽 江家数千万精神员 帮助叶凡冲击四级 而在叶凡突破到四级境界以后 他的修行 并不再侧奏于修炼资源 而是自身的悟道 四级境界堪称是 换顾圣体修行路上 最大的难关 此境界不仅需要 千万精神员开路 并且在突破之时 幻顾圣体还会引来一股 难以想象的强大雷结 即便侥幸熬过天节的洗礼 可天地大道 仍旧不认可幻顾圣体 为此 天地还会利用先天文路 交织成一副先天道徒 破灭圣体 令其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幻顾圣体想要平安度过天节 必须请一位圣人级的强者作胜 方能破灭所有道徒 安全度过天节 在叶凡达到 道公庆大圆满以后 他便在江泰虚等人的帮助下 顺利获得了冲击四级境界的资格 尽管突破之时 所降下的九道混沌雷结 险些将叶凡的肉身彻底打穿 断尾几节 不过好在叶凡 还是靠着自己如体的意志 坚持了下来 并且 他还顺势吸收了雷结中的大道印记 让自身变得更加强大 九道混沌雷结过后 天地间便立刻浮现出一道先天道徒 朝着叶凡压下 江泰虚见此情形 赶忙吹动离火神炉 为叶凡阻挡道徒的降落 原本江泰虚打算豁出性命 力保叶凡 为其逆天 接续断路 可当叶凡见到江泰虚 因自己而伤及本源吐血之际 叶凡还是选择 让江泰虚收手 由自己承担一切 当先天道徒准备将叶凡道基 全部斩去之时 江泰虚当即便展开自己的神王净土 危机时刻 绝对神王开始以自己的鲜血 帮助叶凡洗净先天道徒 尽管在江泰虚的帮助下 叶凡顺利保住了自己的道基 不过先天道徒 在彻底消失之前 却也为叶凡留下了 相当严重的大道之伤 这导致叶凡虽然突破到了四级境界 却最多只有一年时间可活 为了治疗大道之伤 叶凡第三次进入荒谷境地当中 最终他也是凭借着 近乎完整的九密不死药 修复了自身的大道之伤 四 地府诅咒 荒谷圣体除了天地所给予的诅咒以外 他还同时承担着地府一脉的诅咒 当初段德的前世明皇 在开创地府以后 他为了能让自己实现轮回成仙 从而制作了一件地府重祭通天明宝 在段德转世以后 这件通天明宝便一直留在地府中 后来地府的几位皇者 无意间发现了一条超反之路 他们为了追求长生 从而开始在世间收集各种体制的真血 意图通过凝炼这些真血 将通天明宝变成一柄仙剂 只是后来地府皇者 并未及其所有体制的真血 反而让通天明宝 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为了补充自身所缺失的真血 通天明宝便对皇国身体等体制设下诅咒 一旦圣体步入晚年 身上便会长满不同颜色的毛发 并且他们的仙台和元神 也会加快蒙城 由此陷入到浑浑噩噩的境地 如此一来 通天明宝便可斩杀圣体夺取本源 只可惜这份诅咒 直到叶凡第二次晚年之时才显化 纵使通天明宝带领七位至尊古皇 与叶凡一战 却还是被叶凡强势镇杀 五 难以成帝 叶凡的皇国身体 在各类强大体制中 堪称是数一数二的逆天存在 只是他的体制 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越修炼到后期 越难成当 一般情况下 皇国身体修炼至大成 便再难有寸境 当初恒人大帝 正是因为知晓叶凡成帝极难 所以才会特意为他准备核道花 不过 叶凡并未按照恒人大帝的路前进 他选择通过沐浴霸血 渡九重仙节 由此逆天成帝 然而 叶凡在此期间 却遭到了古代至尊的出手阻断 虽说叶凡并未成帝 却也成功让自己圣体大成 之后 叶凡通过自己的积累 不断尝试突破地劫 叶凡甚至还想带着众人 一同渡过地劫 最终 叶凡选择在2800多岁时 与自己的一众亲友共渡天劫 尽管这场天劫 让叶凡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伤 但他却因此超越天地大道 实现一力震荡 成为开启统治纪元的天地